震撼!你知道当年《神雕侠侣》中演那只雕凶是谁吗?20年后终于要揭晓答案了咩! 当年古天乐版《神雕侠侣》是一部陪伴小编长大的经典港剧,但很多粉丝都很好奇剧中那只大雕是谁演的。 95版《神雕侠侣》的演织原表,并没有出现雕凶的影子,难道说当年这个角色由于没有露脸,就随便找个人来演吗?杂志图。 原来当年的雕是机械式的道具,这张照片旁边的说明文字可以了解使人,控制着这个装置来演出剧中要求的动作。 但遗憾的是,照片中这个雕凶扮演者没留下名字,无法知道他是谁。 很多年后的2011年他再次出现了,演员徐佳在微博PO文,说这位就是当年演雕凶的演员。 想不到当年的小鲜肉已经变成了小胡子大叔了,但是徐佳没有说他的名字。 底下不少网友留言询问,徐佳也没有回应。 只能从导演刘猛的留言中得知这个演员昵称叫牛牛,应该是大陆的老演员。 不管他是谁,二十年了,真的不容易啊。 顾天悦,Louis Kuttenlock,1970年10月21日,昵称古仔,香港男演员。 1993年,签约无线电视,TVB,后平神雕霞与中阳过一角而广为人知。 2001年,主演电视剧《寻情记》大手欢迎。 其后将工作重心放入电影,演出《黑社会》《以和为贵》、《窃听风云》、《独战》、《门徒》等多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影,成为近年香港电影代表性男演员。 2013年,创立天下一电影公司。 古天乐出生于香港。 父亲古珍光曾是粤语片演员,一名高峰,后曾于英皇金融公司任职,亦有经营自家服装店生意。 母亲为李启文。她小时候居住在和文田太平道一带。 顾天乐为家中长子,下有一个弟弟。 幼稚园及小学就读于九龙盛德类撒英文学校,至小三年级。 其后因配合教家下网而转读和一堂学校,小四至小六,中学就读于嘉密中学,中一至中三,后于当时新校嘉密主安中学就读中四和中五年级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